大家知道我们在生活在这个繁城世界里 我们的心啊随着静转 因为呢我们的心啊本来是很安静的 但是呢我们总是有欲望在身上 好了还想好 这个事情呢没有一个截止的 所以说人的欲望为什么没有截止 就是这样 我们大家想一想 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对我们来讲 都不是我们自己的 都是诸事无缘了 也就是说它本来就不是我们的东西 而我们把它买回来了 我们把它要回来了 我们把它带回来了 实际上等到要走的时候 这一切又是离我们而远去 我们大家想一想 无论如何要明白一个道理 我们做任何事情 要讲个缘 我们要随缘 实际上所有的缘分 本来它都没有资格把你绑起来的 所以我们讲叫诸缘无缘啊 你自己都可以解脱的 但是人呢 因为他被这些事物所缠 他没有自知能力能够解脱他 他自己解脱不了啊 因为一个人解脱谈何容易 就像我们现在挂念着孩子 挂念着母亲 挂念着你的所有的一切一样 你不是说想扔就扔得掉 想甩就甩得掉 它有时候就像一个病毒一样 在你的心中不停的在扰乱你的心绪 所以我们经常讲 心最重要 所以我们不要被镜所转 台长前几天 给几个青年团的人开始的时候讲到 我们的心本来很干净 如如我们如果从农村来 我们从小没有到过城市 我们心很纯洁 我们对父母亲很好 我们对一切都很好 我们多么的纯洁的心 但是当我们到了大城市之后 我们知道要穿好的吃好的 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跟着人家一样 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尘埃已经揽着了你的心 因为外境都在变化 所以很多孩子到了大城市去读书 爸爸妈妈来看他 他都觉得爸爸妈妈可能干的活比较低级 所以他就连爸爸妈妈都不认 这些事情是真的事情 实际上这个孩子就是心随静转了 我们学佛就是要不随心转 不随静转 而且我们要用心把静也要随着你的心来转 这叫正觉 听众朋友们 六成不恶呀 还同正觉呀 我们既然无博呀 本自解脱呀 我们心和环境要一如啊 我们要明白所有的环境都是一撒那造出来的 就犹如大海的海浪一样 时有时无的 我们有何挂碍呢 我们为什么把一些空的东西 假的东西看得像真的一样呢 我们为什么为了一句话去和人家大动干戈呢 我们为什么为了一分钱 为了几毛钱 甚至为了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和人家打官司 给自己增添忧伤呢 退一步 海阔天空啊 所以 我们心境要一如 我们没有挂碍 我们做任何事情 我们一定要明白 世事无碍呀 心中要知道 我们不牵挂它 我们心中就没有挂碍 我们牵挂了它 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心中的挂碍呀 犹如单位里要评选了 你脑子里老想着 我想评选上 我想升官 我想发财 你有了挂碍 你在家里 饭也不思 睡也不香 所以我们做人就要懂得 怎么样来调解自己 怎么样把自己身上的挂碍 要把它去除 所以心经上说 无挂碍顾啊 我们不能有挂碍 我们要去除挂碍 我们要认清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静 本来就是假的 世界上所有的缘 它都不能把你缩薄住的 你自己是能解脱的 所以我们说无碍法界 只要你天天想着菩萨 你就证得了无碍法界 就是没有阻碍的境界 听众朋友们 我们在每一个灰尘当中 我们就会得到一切的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被灰尘 遮住了 我们就会有这个心 因为我们真正的心没有了 我们就带有一个假心 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假心 我们做出来所有的事情 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就等于有假意 所以人间经常假 讲一句话叫假心假意 我们怎么样来克服呢 因为有了假心假意 我们才会有结 如果我们心中是真情流露 我们就没有结 所以我们的一意心成 呼呼舟啊 我们从从无尽 无障碍啊 因为我们的心 如果能够干净了 我们用真情真意 在学佛修心 我们所有的无尽的障碍 都能够去除啊 而我们人就是看到了这些障碍 解脱不了解脱不出 所以我们一直陷入了障碍的灰尘当中 所以已故弃戒毛尘 就是讲的这些 我们要舍弃人间的毛尘 就是灰尘 我们一定要舍弃 我们要真诚 我们要懂得 学佛要辨十方界 我们的心要像宇宙空间般的伟大 我们要学佛要救度众生 要横辨十方 我们学佛学法 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当你明白的时候 你犹如在苦海当中 把你的头伸出来 又犹如当你不明白佛法的时候 你的头又被苦海所淹没一样 我们在这个人间 就是犹如在海上 时而上升 上升时而下降 就这么跌宕起伏着 所以我们的人间 才会这么多的多灾多难呢 听众朋友们 我们说 学佛 我们要灭度自己心中的杂念 我们心要有聚 就是要能够安静下来 我们的心心念念啊 犹如撒婆若海啊 我们的心啊 要懂得怎么样来明白 要增长波罗智慧啊 我们所有在人间学的一切 实际上都是唯心妙境啊 听众朋友们 大家明白吗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想得好一点 我们的心就会很舒服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想得糟糕一点 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很难过 我们学佛 就是要转变自己的心境 把一些本来很让你伤心 很让你悲伤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转进 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学佛 有时候不明白 有时候好像很明白 实际上 犹如卢妙盲摸象啊 也就是说 犹如一个盲人啊 在摸这个大象一样 当他摸到象鼻子的时候 他说原来啊 象就是这么一根圆滚滚的 当他摸到象的身体的时候 哦 原来啊 这个大象啊 身体就如此的巨大 就犹如一块巨石一样 实际上 他们所看到的佛法 只是非常片面的 只是看到的 佛菩萨的一个脚 只是看到了佛法真正含义的一个凤毛灵脚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能够真正的啊 能够明白它呢 还是第一要学 要有名师 第二要清见之者呀 也就是说 自己要轻生的去体验和体会学佛 那你才能感受到佛法真正的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